嗨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六点多二十几分的时候 高雄发生了4.9级的大地震 但还没有超过五级 那有感地震大部分都在四级左右 所以我相信而且是浅层地震 好为什么最近 像嘉义台南高雄最近都有 这样几几几几的地震在摇 我们先讲一下 今年花莲的地震也蛮多的 要小心气象局已经有提出警报 好先帮我按个赞 分享一下给大家 给所有人好不好 地震的防护很重要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 就是这些地震很头痛的问题很多 好很令人惊悚的事情也很多 那当然我们也经历过九二一大地震 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地震到底要怎么样来防范呢 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天灾嘛天灾很难防 这个什么事都可以防 天灾不能防 还有如果是像那个恐攻的人祸 也是很令人头痛 好其实地震跟恐攻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它真的一震起来就像恐攻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台湾邪恶大地震即将来临吗 希望不要 我讲到这个我们的网友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们都一直讲说老师最好不要兑现对不对 好什么都不要兑现最好 这个呢我们算这个职位八字 易经八卦 不管怎么样风水 我们请供参考 你们也不要太执着说哇一定要准到百分之百 哎神仙都很难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在下方留言的时候呢 嗯不要一直说哦你这次没有预言准确 哦有些人说啊老师不准好开心对不对 所以有两样情啦 有些人就很很执着说 哦你这次没有预言准哎呦拜托好不好 如果都预言这么准你们不害怕吗 不过我的预言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好我们来讲一下 那最重要是帮我按赞分享哦 来不要忘记啦 还有呢要做什么呢 按订阅开启年的小铃铛 好这个邪恶大地震 我不开心啦讲句真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流年文昌化季 八月的时候呢就是农历的时候呢 乙味月加丙生月 太阴化季加廉真化季 九月呢农历的丙生月加丁五月 廉真化季加巨门化季 太阴化季地震很多 巨门化季地震也很多 连真化季呢也是会有地震 火烧山 土石流 今年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我先讲解一下 在意经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挂象呢 让我们很惊悚的是什么 整个陈旭丑为了地库全部冲破 那这个地库全部冲破的意思就是说 地底一直在翻角 翻角很多东西上来 你看哦日本也有那个海底的 大最大的火山爆发 还形成一个小岛 对不对 落岛去年 今年年 今年哦不是哦 今年哦 地震呢一天震141次 冰岛一个礼拜震了几万次 一个星期震了几万次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地震太恐怖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连真属火还会发生火灾 太阴属土 它就本来跟土地有关 跟防射有关 所以呢你看到太阴加连真化季的时候 8月份发生哪里的大地震 海地 死伤惨重了 但这一次的死伤还没有上一次七点 七点一级的大地震那么严重 那连真加巨门 巨门化季 巨门也属土哦 我要跟大家讲 火土呢 连真属火巨门属土好 巨门季呢还会更可怕 所以大家要小心哦 要介绍恐惧一下 然后呢大家对地震的这个 尝试要更多一点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8月的总计有感加零星地震 共计55次 那宜兰连七震 震度三级规模最高6.1哦 6.1哦 6.1级 那一天我有预言到 宜兰花莲会有地震 好 8月6号花莲连实证震度四级规模最高5.5 你看 它是连着两天记得吗 新闻报导很多啊 5.5跟6.1级啊 就是6.1级再来就是5.5级 然后呢 8月19号花莲年6震哦 你看哦 7震10震6震 中乐透多哦 震这么多次干什么 对不对 来 请在下方留言 我快昏倒 震度四级规模最高4.5 4.5到6.1级 我们最近的地震上个月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下9月今天早上高雄震度4.9级规模4级 呃花莲那个区域的话两三级的地震是经常有的哦 那我们刚好在马里亚海沟 所以呢 日本这样子整个延伸下来嘛 马里亚海沟大家都很清楚哦 那台湾其实都在地震带上 所以呢 我们是从小被震到大的哦 啊 月震呢 好像 其实很惊悚啦 有时候震起来还蛮惊悚的 但是呢 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特别小心呢 我要先讲一下 来做一个预言好不好 这个月呢 就是 莲真家巨门化祭农历的8月要到来了 农历8月就是 三和 来 我讲一下 农历8月三和呢 丑 三和四 河道五黄煞加上呢 并辅慰冲破地库那个丑 今年不是新丑年吗 新丑 丑公的丑 好 那个丑呢 就是地库 丑位 程序都是地库 那今年呢 在农历的8月 9月7号开始 9月7号开始 听清楚 9月7号呢 是 农历的8月1号 那所以呢 那一天开始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哦 好这几天 开始会有一些比较 这种震度比较大的 4.9级了哦 4.9级 其实高雄台南哦 整个区域哦 它是浅层地震 最可怕的都是浅层地震 大家要记得哦 每一次发生大灾难 都是浅层地震 这浅层地震令人很头痛哦 所以呢 呃 这个月呢 就是9月7号开始 就是农历的8月 那它会提早发生吗 它会 会提早 好事都不会提早发生 坏的事情都提早发生 那我们要讲一下呢 就是 最重要在哪个原因呢 我们先讲这个星象哦 星象的变化哦 是会让这个 整个地球的变化哦 开始呢 跟着人类的生活 都会开始有变化 好 这个变化呢 会连结在我们的 生活环境当中 这生活环境里面呢 第一个重点在哪里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 呃 这个农历的8月份呢 是 四渔丑三合 就是合到那个小蛇的工位 以及合到的牛的工位 那牛今年就是太岁 就是帝库 好 那六合呢 跟陈哦 陈是六合 就是龙的位置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2021年呢 好 这个农历8月 五皇兄 兴三合丁有月 巨门化祭 三合丑宫的并府 来 这张图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最主要这张图呢 是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呢 呃 要特别小心的很多事情 五皇煞 五皇煞就会有大事发生哦 比如说 火灾 地震 然后呢 呃 这个 疫情 还有呢 车官 甚至呢 其他的 像凶杀啦 哦 或者呢 爆破啦 打仗啦 之类的 这五大事件哦 那车官也要小心哦 因为呢 记得吗 我在 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韩老师的大预言里面有告诉大家哦 农历的二月是辛丑月 辛丑月呢 加上辛 辛丑年加上辛保月 你看 就发生了车祸了 哦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这个月呢 刚好合到五皇煞 加上呢 冲破帝库的丑功 太岁哦 真的很不平静耶 合到太岁不平静哦 我要跟大家讲 合到那个五皇煞更不平静 所以呢 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巨门化祭代表什么意思呢 巨门化祭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北方 跟东北方 不是 南方 巨门化祭要特别注意的是南方 那就南部了 还有西南 跟西南的位置 所以西南的位置也要特别小心 就花莲一带啊 那我们今年的地震 几乎都发生在这两个地区 高雄不 高雄已经不止第一次发生地震了 所以请大家特别小心 浅沉12公里 这非常紧要的事情 要一定要提示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历史性的大地震 来 我们先讲讲这个历史性的大地震 我们从今年的海地大地震先讲好不好 8月14号上午8.29号 9分呢 发生规模7.2的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有没有看到 10公里 好 来 在哪里 这是冰岛 好 这海地 这是2011年 这不是2021年 还有2021年是今年的 2021年 2021年10年前才也发生过一次 那一次死伤更惨重 比这一次8月份的 14号那天的死亡更多人 多很多 而且是在太子岛附近 大概这次发生的地震是7.2 上次发生7级左右 好 那这次死亡是2200人 12268人受伤 300多人失踪 300多人失踪如果加起来的话 等于是找不到的话就2500人左右死亡 到现在没有找到的话就是2500人死亡 这样大家很清楚 那12268人受伤 这是海地这次的地震 就8月份的地震 3.7万栋建筑物损毁 所以我们出动了那个专门救援 到世界各地区救援地震的救援部队 就隔天就出发去了 我们也捐了50万美金给海地 台湾 台湾是跟海地有建交的 所以我们也捐了50万给海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历年来发生的大地震有多么惊悚 来大家记取教训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从另外一页开始好不好 我们从旧金山 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 看到没有 我的天哪 旧金山大地震 旧金山大桥断了 San Francisco 整个毁于一旦 来我们来讲 发生1906年4月18日 清晨5点左右 13分左右的 瑞斯规模7.8 震源深度8公里 听到没有 8公里 好恐怖 然后震央位于接近旧金山 在San Francisco的圣安地烈丝断层上面 那边有一条很大很长的断层 那它上面 你知道旧金山上面有一条公路 就整个到都是到酒庄去 就种葡萄园很多酒庄 我去过旧金山好几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当时呢政府官员担心 如果公布真正的死亡人数 恐怕会造成地价下跌 就大家不敢去旧金山了 其实三番西斯谷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有一次我冬天去呢 其实在飘雪 哇好美哦 穿了很大很厚重的那个大衣去 脱快脱地了 因为很冷我很怕冷 那那个时候已经 那时候已经很年轻了 那时候去的时候大概 三四十岁而已 因此呢 捏造数据死亡人数只有478年 怎么可能啊 想想看 它捏造了一个 很撒了一个天下大谎 反正那个时候1906年嘛 你想想看已经快 一百多年了 好 那至今呢 保守估计死亡人数 应该在三千人以上 甚至可能更高达六千人 其实我认为可能上万人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地方呢 人非常多 居住的人非常多 好 损失估计高达四亿元以上的美金 1906年的时候 地震后随着而来就是火灾造成的财产损失 甚至更大 数据不明 我常讲 大地震以后 第一个 火灾 你知道吗 一大清早或中午最怕就是火灾 那好可怕 你知道 大清早大家煮早餐 然后呢 就一定会引发火灾 因为大家惊恐就逃了 忘了关瓦斯 那瓦斯就会爆炸 然后火就会怎么蔓延 因为地震一晃嘛 那可能就整个就就烧掉了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 在哪里 在这里 921大地震 时尚也很多人 很惨 我们那次的大地震也很惨 凌晨1点47分的时候呢 南投县七级震发生7.6到7.7级大地震 深度也是8公里看到没有 刚才讲到的这个地震也是深度8公里 我们这次的深度也是8公里 好我要先连结一下你们要听清楚了 921大地震台湾是浅层地震8公里 还有在我刚开直播的2017年的时候呢 我有在年底做一个大预言 花莲也是浅层地震 才6.1级大地震倒了四栋大楼 倒了四栋大楼 时尚也很惨重 记得吗 就是2017年要跨2018年的那个年左右 在过年后而已 好那我给大家这个连结 大家联想一下花莲曾经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南投积极震这一次的8公里的地震呢 造成台铁三线三翼隧道拱顶塌落即铁路扭曲 然后呢积极县呢多处呢 路基隆起路线外区这整个路是融起来的 大地震通常不是列一个大缝啊 要不然就是路基会融起 那很惊悚喔 看到那个学校的也是一样 学校旁边的路也是都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虽然没有去到积极去挣灾 但是我在私职会及福人社 我们都有花很多钱救灾 就是包括我们的义 像我的义卖我个人喔 捐款以外我还义卖很多东西 然后呢积枝 那另外呢家人也捐了很多钱出去 甚至有很多家人的小朋友啊 都把那些什么钱啊全部他有 他说我有多少钱都要捐 那时候因为呢有很多的债募款嘛 所以我们就捐了很多钱 那我们固定就是每一个社员要捐多少钱 就福人社的社员要捐多少钱 我们是捐了很多钱出去的喔 好那造成这个地震的最主要原因呢 921大地震之后19995 11月底呢总计发生了高达14006次的余震 1万多次的余震 冰岛今年也发生了多少次 五六万次的地震啊好可怕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总计有44条的路线受损 其中有33条路线呢 711处呢交通阻断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光是要把极其胜这个重建啊 光是救援都救了多久的时间 好恐怖啊 死亡是2415人 29人失踪 其实是等于2500人左右 2444人2444人 因为失踪找不到 那11305人受伤 房屋全岛四万多栋 想想想看呢 7.1级7.2级而已 多么恐怖啊 好 房屋半岛的有41373栋 桥梁受损21座 然后呢损失金额高达3647 其实应该不止 我觉得应该不止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接着下来是2008年 好这是1999年 这个大地震呢 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 我那时候出了一本 比较小的小册子 我有用易经的方式来测这个地震 我说9月份要特别小心有个大地震 啊很不幸 很不幸 我那个书还在喔 我留了一本 我那本书还在 我现在是记得我有绣给大家看 我绣过两次 那一次是 另外一个大本的里面 我有写到 那我是写在书里面 我因为我以前写了很多书 写了几十本书 我都亲自写 所以我里面我有写到 用易经的挂像啦 还有算流年的运势啊 八字啊 紫微朵树啊 整个的天干地支的 的结合来看的话 是吧 就真的是发生了大地震 不幸严重 嗯对不起 好 我要忏悔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2008的汶川大地震 我看到那个网路的视频里面 YouTube的一个网路视频里面呢 有人去看 还是回到汶川去看喔 那汶川大部分现在都还会虚 好 其实呢 我刚才讲的那一段呢 我觉得是可能是网路假消息 那为了让大家点阅率高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啦 那为了点阅率 做了一些假消息出来说 去年还在废墟 其实我们有查证过的并不是 那我对上一次的那个预言 就是我的地震的那个 大预测里面呢 请大家好多包涵 那我真的下一次 哪有看到一些影片 我真的还要查证一下 对不起大家 好 那这个地震呢 我们来看一下 温川大地震喔 台湾捐了很多钱喔 捐最多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号 2点28分04秒 镇阳位于中国四川省阿贝藏族呢 江竹自治州汶川县 映秀镇附附近 映秀镇的附近 规模8点3 瑞士规模8点3 镇圆深度19公里 看到没有 又是很浅诚 欸他8点3耶 好大你知道吗 8级以上不是7级以上 你知道7级跟8级是多级 算千倍的 他不是百倍 不是百倍 一个级数喔 就是 大很多 他们的级数喔 瑞士规模喔 他大非常之多 所以听起来很惊悚喔 你那7点几级跟8点3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真的在现场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 那种翻天覆地的感觉 你会觉得人就要灭亡了 好 破坏地区高达13万平方公里 想想看有多大的区域啊 好 那他罹难是写说 大家都认为啦 大家认为说 最少二十几万人死亡啦 但是呢官方数据是 六万九千两百二十七人遇难啦 那一万多人失踪 一万七千多人 加起来的话 大概六七八万多人啦 官方数据是八万多人 包括失踪人口 那找不到了 那一定是埋在这个瓦砾下嘛 这个整个房子倒塌以后 可能堆在下面呢 可能连尸体都被压扁了 好 那有三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人 不同程度的受伤 我想重伤很多 有一千九百九三点零三万人 失去住所 一千九百九三万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人 那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 如果是在台湾 那就百分之九十人没有住所而已 我这样讲大家听懂概念 我们两千三百多万人 他有一千九百九三点零三万人 将近两千万人 没有居所 整个房子都倒塌了 没有地方住 所以大家都迁都啊 那个时候就大家大量的迁都 一千多万人没有地方住 我说将近两千万人 那如果以两千三百万人 那我台湾是不是等于是怎么样 有百分之九十没有地方住 那怎么过日子啊 好受灾总人口达四千六百二十五点六万人 受灾比台湾人口多了一倍 两千三刚好两倍是四千六 Double 台湾人口有两倍受灾户 好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有蛮有感觉的 所以感觉到温川大地震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才八点二级 而且它的地区包括十三万平方公里 好直接经济损失应该是超过呢 八千四百五十一亿人民币 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 你像光是那些房子的灰损就不得了 好我们再来接着下来是2011年的基督城的大地震 来 2011年有两个 海地也有一个 基督城有一个 基督城 基督城的大地震 当时地震正是在纽西兰 基督城在纽西兰 我先讲一下 基督城在纽西兰 纽西兰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当时时间 2011年2月22日中午12点51分 发生在纽西兰基督城的附近 一场规模才6.3的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5公里 共计185人罹难 1500到2000人受伤 164人重伤 超过200人失踪 所以大概死亡人数有超过300多个人 预计保险损失121美元 121美元 80%的市区停电 全城公牌水系统陷于瘫痪 也造成塔斯曼冰川发生崩塌 一个6点起期地震可以冰川会崩塌 吓人吧 这个是在基督城的大地震 日本311大地震也在2011年 你看2011年有个海地 看到了没有 2011 好 这有什么概念呢 来要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概念 代表那一年当中 很多大地震 而且受灾很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311大地震 那引发的海啸不得了 日本20113月11日 来我们讲一下 这是3月 国历3月 刚才那个是2月 好 听到了没有 2月 好2月22号 那是3月11号 是不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好下午2点4 6分18秒左右 日本东北地区呢 发生太平洋近海 发生规模9.0的地震 9.0 震源深度24公里 同时引发大规模海啸 大部分高度超过3公尺 更出现10公尺高的海啸 我们看到那个 日本311大地震 那个海啸的金属画面 现在网络上还流传的很多 真恐怖 整个村庄就毁掉了 整个全毁 造成了15889人罹难 6152人受伤 2609人失踪 受损建筑物有127万2284栋 100多万栋的房屋毁损 包括他们的核电厂好几座 受损道路3559处 受损桥梁有77个 受损的铁路有29处 仙台国际机场全部都受损了 那个机场在晃的时候 我看都吓死了 损失金额高达16兆 9000亿日元 16兆算兆的 好巨大海啸还导致了 福岛第一核电事故的发生 成为日本史上商网最惨重 经济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好冰岛的地震 好讲到这个地震 日本的地震还有一个关东大地震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 非常早期了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今年2021年的冰岛大地震 冰岛西南部的雷克亚半岛附近 近期地震频传 2月开始发生规模5.6的地震余震不断 20天就记录了4万多起的地震 地震甚至让岛上一座休眠长达 6000年的火山再度喷发 6000年 他已经睡觉睡6000年 还再次喷发 那不是应该变成死火山 变成火火山 真恐怖 摇摇摇把它摇醒了 这一只碎狮子把它摇醒了 好再不打紧 附近出现长约1750公尺的裂缝 距离冰岛首都克难亚维克 仅30公里 火山奔发也影响到附近呢 基督拉维克国际机场 甚至造成呢 起降的航班一路完全停摆 好所幸灾情不会 没有对附近的造成很大的威胁 政府没有撤离居民 好2019年 旅宋大地震 我们先讲2021年 那旅宋大地震我们就不讲了 那在菲律宾 今年呢又发生了阿拉斯加的地震 7月29日2点15分 好刚才讲那个 我们讲这个 二月份的时候 冰岛地震是二月份 二月24号 那一个月已经河到五黄萨 所以冰岛震了六万多次 那一次总共震了六万多次 阿拉斯加呢 是在7月29日 好 这是2021年的7月 那阿拉斯加是在7月的时候呢 发生了 美国阿拉斯加以南的海域 发生规模8.2的地震 如果在陆地还得了 震源深度也是10公里而已 随后呢 在90分钟内呢 发生了5次余震 最大一次规模6.2 同时触发了 海啸警报呢 三小时后 警报才被解除 好来我们看一下 2021年呢 阿拉斯加半岛的8.2集 2021年的冰岛 还有其实日本呢 鹿尔岛 今年也发生了地震 一天震了一百四十几次 那我们台湾花莲也连震 刚才有跟大家报导过了 那我想呢 你们不要再跟我讲说 我是做这个报导 我是连旧的一起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其实今年呢 2021年跟2011年看到没有 2011年中共发生了三次惊悚的大地震 那今年2021年也发生了很多的大地震 台湾要不要非常小心呢 当然要非常小心 十年前的311大地震日本 那其实我们的台湾的气象局 已经在警告我们所有台湾的民众 希望大家提高警觉 希望台湾提高警觉 好我们讲一下 关东大地震是1923年的9月1号 11点58分8点一起大地震 深度只有15多公里而已 将近不到大概20左右 15或25左右 总共死了14.28万人 然后呢10.37万人受伤 12.8万人 12.8万的建筑物倒塌 44万的建筑物火灾 被烧毁你看多可怕 它引发的火灾 因为在中午喔 所以你看喔 我刚才讲过喔 中午大家在煮饭最可怕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喔 一定要特别注意 早上你在煮早餐 中午在煮晚餐 晚上在煮晚餐的时间点呢 请你们一定先关瓦斯 好不好 大地震来临先瓦斯关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如果是在晚上停电 住在高楼 31楼 二十几楼 怎么下来呢 根本没得下来的 你爬都爬不动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年纪很大的人 住在很高的楼层 我倒建议你搬往下面住 但是呢 我们的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有一个经历 三楼以下呢 三楼变成一楼 一二楼都堆到地下室去了 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我刚才讲到这个关东大地震 全世界都 这个大家记忆无心 我父亲呢 那时候在日本 那他也是留日的 那刚好他跟我讲说 关东那个大地震啊 真是很恐怖 恐怖到真的吓死人 而且你知道他不止一天两天的事情 他包括火灾 包括地震的灾后 大概搞了很多个月 还是满目疮痍 你知道以前的房子 建的没有像现在这么牢靠 我们现在很多建筑物都说 他可以抗七级的大地震 但是对不起 现在是九级大地震 八点多级大地震 是不是 所以你只能抗七级的地震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碰上七点五级以上的大地震 那个房子也是弱不禁风的啦 那你看我们上次的台北的地震 那个地 那个101 那个大球啊 就稍微偏了 偏了15度了 好所以我要提示大家是说 这个月呢巨门化季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因为会到的是 那个五皇上 加上呢 冲破财库的 再给大家看一次 你们可以下载下来 农历八月 请大家呢 一定要广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同学嘛 好不好 不管你住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真的很害怕 在这个时候又发生超级大地震 那真的是太惊悚了 好不好 全球已经 加上阿富汗的恐攻 然后加上天灾 不是大水灾吗 就是大火灾 森林大火 把房子也烧了 汽车也烧了 然后呢大水灾呢 整个的便泡水车的几百万辆 好 那接着下来如果在大地震 你想想看这个多悲惨的世界啊 希望大家好好的做好防疫以外呢 还要做好防震准备 好不好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了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邪恶大地震即将来临 来我们再看那些地震 你看旧金山大地震 1990年的碧瑶大地震 1999的台湾的921大地震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来接下来 2011年日本三一大地震 海地大地震 这次食伤 比今年的食伤更惨重 好 那2021年呢 不止四万次的地震 已经超过五六万了 那火山也爆发了 6000年 沉寂6000年火山爆发 2011年还好它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2011年的基督城的大地震 然后呢 阿拉斯加今年 8.2级大地震 都是在地震带上 好 我告诉各位 如果 日本 台湾 以及菲律宾 这个板块呢 一旦牵动的话 这个火环带呢 就是会到阿拉斯加 美国 美国LA 美国纽约从来不地震 美国去年开始纽约也开始地震 好 所以要提示的大家就是什么呢 不管你住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尤其在地震带的国家 好不好 希望大家做好防震准备 好 也祝福大家平安 但是呢 希望我的预言不准 那这个月safe过关 好不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安心的防疫以外呢 就好好打拼事业跟工作 你的房子很老旧吗 或者你的电线已经很老旧吗 你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请大家务必务必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房子很老旧 家里又重病的人 请你们务必要小心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了 帮我按赞分享以外呢 请大家按 赶快帮我按订阅 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要事前做准备 不要事后再说 哇 惨了 来不及了 对 等你知道发生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是不是 家里的冰箱要放水 好不好 然后呢 要被干凉 如果是地震的时候 家里要 像我都家里 会放一些饼干啊 面包啊 随时可以吃的 那冰箱里面呢 都有一些 矿泉水 放几瓶矿泉水 有时候呢 你跑不出去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办 只能依靠冰箱的东西 食物来过例子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如果有火灾 想办法逃出去吧 好 老师讲的都不准 好 全部放 放租流水 都不准 谢谢大家 希望都不准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不管你住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有发生地震的经验 或者你有 你有知道 哪里有地震 我没有说到的部分呢 请大家也可以给我讯息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留言 好不好 想想看要怎么样来应付这个 天灾家人 或2011的不平静下半年 真恐怖啊 好 谢谢大家 最重要的是帮海洋老师按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好 拜拜 祝福你们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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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